我現在剛剛起床 眼屎和黑眼圈還在眼裡 但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急不及待 睡醒後就掛念大家 為什麼呢?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晚的球迷奇預記 昨晚如果要我蔡侯平 就沒什麼好評 因為我在賽前已經預測了 也是中了 但我平了 我不是很想再平 我真的很想講一下 我的經歷 真的很球迷奇預記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昨晚林開球 剛剛看完麥西哥贏了球 準備跟幾個朋友 一起在VChat 一直看 河蘭對著西班牙的 一個叫做 復仇大戰 這樣就 看完出場陣容 我一個老死 真的老死得最老死的老死 就跟我說 喂! 河蘭啊! 西班牙的陣 西班牙的陣 好強喔! 怎麼贏啊! 荷蘭啊! 我就說 我就 平心定氣跟他說 雖然我有一刻 是有點協助 或者有少少動搖 但我始終也是堅信 我就說 其實西班牙 今界 應該就是 王朝終結的一界 始終每一隊強隊 都會進入這個階段 這個是必然的 應該就是這一界 因為這一界是南美 所以我就認為是這一界 我就 在這一組裡面 能夠完全威脅到西班牙的 就是 荷蘭啊! 我就告訴他 荷蘭應該是可以的 還有 西班牙是王朝終結 至於怎樣終結呢 我就不清楚 但是 如果這樣算 照計 荷蘭這一場是要贏西班牙的 我便跟他說 應該可以的 你看看先 他再三地問我是不是真的 沒有可能 我便說 雖然真的沒有什麼可能 但是 看看先 照計就應該是 我跟他說 那就 我就說 看看雙方唱國歌時候的樣子 我就說 看看他們的表情 看看心理狀況先 看完之後 他就說 荷蘭 那些人 就是 那些眼睛我們見到 好像很害怕 很緊張 相反西班牙 哇! 好有自信 好定當 好冷靜 我就說 是的 但是 我一直看巴賽和西班牙的比賽 我已經發覺到 他們的眼神是過分自信的了 就是過分自信 那會有一種什麼情況呢 就是 有時候 在某些情況下 就是 不會出飲奶力 就是 你過分自信的時候 你經常覺得 沒事的 沒事的 到出事的時候 就反應不切 好了 開球 開球 一路打 其實荷蘭的後衛 是真的有點脅 而且經常脫漏 而且經驗不夠 而且經常走錯位 是抹錯人 或者 又 沒有在即時的情況 緊身 困住 印尼斯達 沙維他們 但是 現在這一對西班牙的互傳速度 和準成度 都低了很多 所以 就不是這麼威脅到這個荷蘭 過程上 還有一球 是十二馬 就是給了一個 無零兩可的十二馬 給西班牙 那時候我和我老爸一起看 我入了西班牙十二馬 之後我就拚了頭 我就說 沒有理由的 即是 西班牙照的今屆 一定是王朝終結 沒有理由 天還給一個無零兩可的十二馬 我老爸跟我說 就說 時間尚早而已 我老爸昨晚 巴西對克羅地亞已經說了一句 嘿 這個馬歇路 就是 擺烏龍之後 我老爸跟我說 嘿 時間尚早而已 那 這場 這場 又是反勝 然後又是 嘿 時間尚早 即是我老爸又好 即是 即是 如果你聽他說 以後不需要再聽我何鷹說 即是 聽完何鷹老爸說 你便發覺 何鷹老爸是 厲害過我 九皮十皮 但沒辦法 他又不懂得用Youtube 哈哈哈哈 你們便慘了 不可以聽他說 我便聽我說 或者我聽他說 然後再跟你說 然後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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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呢 就 又醒了 為甚麼呢 因為被我呢 就是被嚇醒了 因為我又大叫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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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他付錢我去酒吧看 我就說不如一起看 明天都不用上班 今晚一起看英格蘭 別說這段 結果雲佩斯演出是經驗 1比1 但1比1的時間 我的老友都跟我說 不可能下半場又來了 我就說不會 我這次很有信心 結果下半場 出乎了很多球迷的意料之外 出乎了球迷的意料之內 實在是非常激情 下半場看到是熱血沸騰 我亦都要跟荷蘭的球迷說聲 定一點 其實荷蘭陣中有些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或者下一場波荷蘭對澳洲 再慢慢說 另外西巴牙的問題 應該要下場波 起碼要換半隊至一隊 卡斯拿斯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覺得卡斯拿斯很慘 因為卡斯拿斯的命徒 完全被摩連奴炒了 因為其實有些人說卡斯拿斯老 其實龍門來說 他這個年紀還沒有叫老 但是究竟走下坡 他是不是走下坡 還是近一兩年的問題 我認為是近一兩年的問題 其實他是未走下坡 但是他的信心出了問題 他是被摩連奴搞禍了 搞壞了 摩連奴這個人 大家當然有愛有恨 結果沒有被他打一兩季正選 令到卡斯拿斯冷得很硬 種種的因素 是夾手夾腳 令到西巴牙的王朝終結 是這樣的 西巴牙的球迷 如果你是一零年才開始喜歡他們 那就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是零六年 已經開始喜歡他們 其實你已經享受了一段時間 是時候退位讓言 其實足球是這樣的 跟其他的公司物業 或者很多東西都一樣 你壟斷開 你壟斷開 很多人就不強 很多人要攻擊你 或者每個人對著你 都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而你因為拿了太多冠軍 你的九牛二虎之力就沒有了 這個是必然的 沒有辦法 不要緊 我覺得西巴牙的王朝 十年後 或者十二三年後 都可以再來過 所以 不需要因為一兩場比賽 西巴牙的球迷就氣餘了 但是 現在在小組裡 那個 前途 都是幾坑坑的 因為 實在現在沒有了三分 以及失了四個得失球 其實是很難打的 我未看自離 我看了 現在 另外 墨西哥方面的問題 我想道歉 原來墨西哥 一洗了他們 在這個 這個 Qualifier 即是他們那些 叫什麼 外圍賽 墨西哥已經一洗了外圍賽的頹峰 昨晚是打得很好的 其實應該贏三比零 不過球證的問題 球證的問題 還是大問題 因為 十二碼 給了兩個 其實不應該給 我覺得不應該給 昨晚 費特那個 有點接觸 沒錯 但未至於給 今天 其實 迪亞高哥斯達 跌了之後 他把腳踏進去 對方的後衛 再自己跌 所以 其實不應該被實驗 但 亦都無損 荷蘭 擊敗西班牙 拿三分 報回四年前的一戰之仇 另外 我又想說一說 就是 這個 世界杯的感覺 對今屆世界杯的感覺 因為 其實 今屆世界杯 如果你是 一個小朋友 可能你是 十歲 十二歲 十三歲 第一屆看世界杯 我恭喜你 為甚麼呢 因為 你看了一屆 非常之 精彩的世界杯 這一屆世界杯 其實 比四年前那一屆 是精彩很多很多 如果你上一屆沒有看 你看今屆 你真是正 為甚麼 因為你一看就看最正的東西 如果你上一屆有看 今屆你就發覺 今屆的比賽 哇 真是 非常激情 快 又進攻營 上一屆其實都進攻營 但為甚麼上一屆 會打得那麼慢 那麼悶呢 其實原因或多或少 就是上一屆 南非世界杯那些 球迷那些樂器 那個烏仙拿呢 就經常烏烏聲 烏到球員頭都暈了 聽這些烏烏聲 聽得很悶 會很鬱悶 越鬱悶 越鬱悶 越踢得慢 變成 100世界杯 就很悶 另外 060世界杯 就是老人家世界杯 所以也是很慢 雖然06年 斯丹的技術很好 但其實整體 是踢得很慢 因為又是朗拿道 又是斯丹 即是廢高 那些全部是老人家 所以 06年的世界杯 是很悶的 很慢的 另外 02年好少少 但是 02年那時候 就是為甚麼 世界祝壇 防守足球抬頭 所以 02年 很多球隊打防守 所以 02年 又是悶些 那 98年 就是 很好 98年的比賽 每個球星 剛剛 冒起 朗拿道 22歲 斯丹又很年輕 98年的世界杯 我認為是 對上一屆最好看的 今屆 就是自98年最好看的 還有 98年的天氣 又是適中 在法國打 94年 在美國打壓太熱 所以那屆又是很慢的 90年那屆 經常都要射12碼 以及防守足球 也是很悶的 90年 86年下緣 因為86年那時候 那個足球 那個比賽的節奏速度 跟現在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看回 都是覺得很慢的 但其實當年 如果98年的人看 當然覺得98年是最好看的 其實98年 中間隔了三年是不好看的世界杯 三年都是有線播的 98年好看就是無線播 14年好看就是無線播 你就知道公司的運程 講完世界杯的感覺之後 我現在就去看了智利 看完智利之後 我一會兒錄今晚 今晚的時日貼士 看看可不可以再幫到大家 就助人為快樂之本 好看